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今天台北股市我們看最後結果是小漲了35點 那主要還是在全子股的部分,尤其在電子股的部分 台積電人今天算是開高走低 最後是那整體來說並沒有真正的一個帶頭的一個 全職的一個個股或者是族群 那尾盤還好,金融族群在尾盤有算算做一個拉抬 所以整個行情還是收紅 那因為你現在想要去挑戰18000點 甚至想要再創例子新高 那你要一次過去,當然機會是比較少 所以我倒認為其實它現在越接近18000點的時候 其實你讓它去做一個反覆的測試 其實是可以接受 出現這種走法開高走低震盪 其實是絕對是正常的 來到這個位階就是這種現象會很明確 那所以整體來說它並沒有出現一個量價失控 就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在逼近前高的一個 你會必須面臨的就是開高上去 我就是要接受賣壓的調節 在換手過程中 那只要量價配合得宜的話 其實後來又上去了 指數後來又會再上去,再創新高 只是在這過程中指數都可以去挑戰歷史新高 都想要去挑戰看看的 那個股怎麼會沒有機會 對不對 那個股的機會一定有比比較多 而且個股呢如果你會挑 你買的位置漂亮 你能夠再轉折確認點買進 你絕對是獲利的啦 那今天來 昨天漲停今天又漲停8104的來保 昨天漲停今天又漲停本坡度已經第四度 本坡已經第四度亮燈了 來我們看一下 12月2號禮拜四 我告訴各位8104來保這是我們在操作的股票 轉折確認上來了 那這一天我給你公開正式介紹 那這一天拉到漲停板 12月2號是本坡上來的第一度亮燈 那轉折確認點買進之後呢 就上來了拉漲停 那我節目都給你正式公開了 那你看他是不是一個拉回之後 轉折確認點確認就上來了標的 所以你怎麼買 你就買了轉折確認點 你絕對是獲利的 所以你發現到隔天12月3號 他又拉漲停 昨天漲停今天又漲停 兩天兩根8104來保又亮燈漲停 那亮燈漲停之後呢 馮高做一個刻意的拉回的洗盤 大概洗了一天半 一天半的時間連續兩天兩根漲停之後 開始洗盤洗了一天半 洗了一天半來回缺口這個位置之後呢 又再度的強攻 12月7號昨天禮拜二 又強攻漲停了又漲停了 本坡的第三度亮燈漲停 8104來保 8104來保 第三度亮燈 買了轉折確認點 你回頭一看 果然你一定是獲利的 而且相當的安全 風險最低 而且你不用追股票 40張到昨天賺32萬8 那我就跟你說 今天只要再跳上去直接過高 就絕對不是32萬8了 對不對 40張到昨天獲利的32萬8 那麼今天 今天早上12月8號 恭喜你 8104來保 強攻漲停又漲停了 本坡段的第四度亮燈漲停 本坡段第四度亮燈 12月8號今天早上 9點20分亮燈漲停 你看K線 今天直接跳空上去 直接漲停鎖 買了轉折確認點 你現在回頭去看準的確認點 太漂亮了 對不對 買完之後 確認上去 洗個兩天 又在強攻 40張 40張 到今天賺多少 53萬6 那明後天如果繼續上去 再有新高價 新高價的話 可能就60幾萬 70幾萬 你一檔股票又是六七十萬起跳 到今天已經53萬6 本坡第四度亮燈 那關鍵在哪裡 你跟別人不一樣 你是買了轉折確認點 你不是看到漲停板去追漲停 你不是看到創新高去追創新高 現在開始你的做法 已經跟過往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開始你所賺到的錢 你會發現很踏實 你今天這個40張賺這50 到今天為止是賺53萬6 這53萬6你賺到的錢 你心裡面你跟過去 賺到錢的感受絕對不一樣 因為你這53萬6 到今天為止 目前來算的話這53萬6 你賺到是很踏實的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你不是靠著追創新高的股票 賺到的 你不是靠著追強勢股去賺到的 你不是靠著追漲停板去搶到的 你是什麼 你是憑著真本事 在轉折確認點先買到 你從頭開始賺上來的 而且你會很踏實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我這53萬6 我這一筆的獲利 我不會再還給市場 因為我下一筆交易 我還會再轉折確認點 下一檔股票轉折確認點再買進 所以我下一檔股票我獲利率 我還是極高 我接下來的每個月 甚至每一年 你會發現 你都可以很穩定的再開始獲利了 跟過往你的操作絕對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你現在開始每檔標準 你只會去買轉折確認點 你再也不是追創新高 追漲停板 追大漲的 追熱門股 你再也不這麼做了 所以你現在開始賺的每一筆錢 你都很踏實 而且留得住 不會說我今天賺53萬6 我可能下一筆交易 虧掉了 又賠了二三十萬 不會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很有勇氣的去執行 你該執行的操作的動作 因為你知道你在轉折確認點買 你不是追股票 你在拉回 因為只有拉回 才會有轉折 所以你怎麼買 都是買拉回之後的確認位置 你怎麼會賠錢 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做股票 全市場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做股票 只有我每天告訴你 只有這樣做你才能賺到錢 我們是要想盡辦法來賺錢的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們怎麼帶客戶 我們怎麼賺錢 那如果你要聽基本面 你要聽題材 聽故事 我沒那麼多時間跟你講 一檔股票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它的題材是什麼 基本面是什麼 我只能簡單二要的告訴你 這檔標的 它的題材 它的成長性在哪裡 它的關鍵的概念是什麼 那你要聽長篇大論的個股的故事 很抱歉 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所以 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賺錢 我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在轉折確認點買 買完之後就上來了 你回頭一看這個位置點漂不漂亮 到今天就賺53萬6了 明後天再上去的話 不只這個數字 一檔股票又是幾十萬起跳 我已經講過了 反正你如果你今天你有本事 買來轉折確認點的時候 你會去追創新高 追漲停板嗎 不會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有本事 本來轉折確認點的時候 那你既然有這種本事 去買這種位置 你一檔股票買個100萬上下 資金多的買個200萬上下 會很多嗎 會有壓力嗎 絕對不會 而且百分之百 轉折啟動上去 你絕對6位數以上獲利 我每一檔我都最少6位數獲利 我怎麼可能賺不到錢 對不對 不要去把資金分散 很多人都說我資金要分散 我要買8檔 我買10檔 我把它規劃 然後我不要把資金 放在同一檔 同一檔股票上面 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風險很高耶 你認同嗎 我這樣講 如果你買了標的的位置 不是轉折確認點 那我建議你 資金分散 因為你的風險太高了 可是今天我就確定 我就買了轉折確認了 為什麼要把資金分散 我100萬資金 偏偏你要我買 把它分成五等分 一等分 20萬 20萬去買這個轉折確認點 擺明了 我賺錢機率極高 你偏偏要我把資金減少去買它 要我少賺 然後要我去分散 去多買其他一堆股票 這怎麼合邏輯 所以你資金能不能集中操作 關鍵在於 你是買什麼樣的標的 你買在什麼樣的位置 我今天買轉折確認 我為什麼要把資金 要把它分散 我都鼓勵我的客戶 如果可以集中 你盡量集中 一檔股票盡量集中 100萬上下操作 資金多了200萬上下操作 你根本不用想那麼多 就是買就對了 沒有確定我不會叫你買 然後我叫你買的時候 你看一下 如果你夠仔細的 你夠謹慎的 你再回去看一下線型 沒關係 你看一下線型 是不是在拉回之後的轉折 轉折相對轉折 可能轉折的位置 我帶你出手買 我帶你做的動作 跟節目中所講的 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帶給客戶的獲利 是絕對是真實的 真實的交易 出現了真實的 真實的獲利 一個810是來寶 適度亮燈了 到今天40張賺53萬6 這是來寶 來寶 你要注意聽 為什麼要注意聽來寶 等一下我會送給各位東西 但是跟來寶有關係 我先暗示你 好沒關係 再來 下一檔股票 昨天我跟你公布了 公開了對不對 我說我們正在操作的 另外一檔標的 已經脫離轉折上來的 是哪一檔 代號 3515的滑情 對不對 今天漲停 來 昨天12月7號 我跟你公開了嘛 所創的3515的滑情 再創新高 昨天再創新高 他沒有漲停 但是我跟你說 成本拉開了 所以我還是跟你公開 這是我們在做的標的 反正我們有什麼 我們做什麼講什麼 沒有做的股票 我不會跟你亂講 昨天創新高了嘛 又突破前高 創新高 那拉回 轉折確認 買進之後呢 開始向上爬 向上爬 休息兩天 昨天大漲 創新高 所以從昨天來看的話 已經從轉折確認點 已經上來一段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公開 這是我們在做的標的 今天12月8號 我們手上的滑情 強攻漲停 恭喜大家 繼續大賺 今天直接漲停 轉折確認點在這裡 今天回頭一看 你已經賺多少 3至4萬 客戶買10張 那我就跟你講10張 客戶買50張 我就用50張 那因為客戶買10張 所以呢 我就跟你報告 10張的績效 客戶買10張 所以他已經賺多少 34萬5 今天 客戶買多的人 我就不講了 反正新客戶 我就講了 新客戶來他買幾張 我就跟你講他買幾張 我節目中所呈現 就是新客戶來買的第一檔 他願意用多少資金 買買多少張 我就用新客戶願意買的張數 我跟你報告 他願意買10張 我就跟你講到今天 他賺34萬5 他新客戶 所以一檔股票 我就說了 我一檔股票 我就讓你 讓你絕對是挑戰 六位數獲利起跳 華錢產能一路滿到明年6月 而且他還要再調檔售價 他要去拉高他的毛利 還要再調檔售價 而且產能一路滿到6月 目前產能根本不夠 還要再增加兩成的產能出來 他目前產能根本不夠 所以像這種標的 你說好不好 好 對啊 那好 那什麼時候買 轉折確認的點的時候就買了 所以昨天我給你公開了 對不對 昨天跟你正式公開介紹 這是我們的股票 昨天創高 今天直接拉漲停 有沒有 操作是這樣做的 作標是這樣做的 你今天看到華錢快漲停了 趕快去追 你今天去追華錢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 你今天去追華錢 你有沒有想過 有人在這裡轉折確認點就買了 有人在這裡就買了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在這裡追 那如果你有本事在這裡買 你會去追漲停嗎 同樣道理嘛 所以 會去追的就表示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本事買在轉折確認嘛 所以我要鼓勵各位改變做法 你學習來買轉折確認 你就發現你過去操作 追漲停那種行為 真的不夠聰明 我們嘴巴說要賺錢 你要做給我看 那你又跑去追漲停 追創新高 你說你要賺錢 我跟你講在股票市場 那是賺不到錢的 我們要賺錢 不要只是嘴巴講 做給大家看 你怎麼做 你可以帶給客戶獲利 客戶來報名錄會 他們是說就是很簡單嘛 我就是自己做不好嘛 我才報名嘛 我才報名錄會找你嘛 找你之後 你要給我什麼方法 帶我賺錢嘛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節目中所強調的是做法 我的做法是什麼 帶給我的客戶 我們做了什麼標的 我們得到什麼 一切是真實的東西 我們沒有做的事情 我不會講 華晴這樣做三十四萬多 好 華晴 來保 是我上半段 我現在跟你講這兩檔標的 下半段我還會跟你公開 另外一檔標的 全新的 但是呢 在公布之前 上半段現在結束前 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注意囉 有獎真答 因為我要送你一個月啦 你答對的就可以來拿一個月 那我跟你說我沒有限名額喔 那因為我沒有限名額 所以我稍微要問一個問題 至少你要看節目嘛對不對 我的哪一檔持股 昨天漲停 今天又漲停 本坡第四根漲停 40張的會員今天已經賺了53萬6 哪一檔 你心中應該有答案對不對 好 答對的現在播電話 你就來答對 答對的直接拿一個月 答對的來拿一個月 把它拿回去 無限名額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篩選一下 不要說你根本沒看節目 播電話來說 我要拿一個月 不行 你有看節目的 你告訴我 這是哪一檔股票 然後呢 電話波通 不限名額 現在趕快播電話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要看節目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週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来保涨停 本波已经第四度亮灯 来保 本波第四度亮灯 买在转折确认点 你会发现你的胜率 你的获利率极高 非常的高 然后呢 一个波段上去 每一档 我讲过了 一百万上下去操作 你绝对都是什么 几十万的获利起跳 绝对 今天又涨停 本波第四度亮灯 四十张已经赚 五十三万六 来保 你记起来 来 三五一五的滑行 昨天才正在跟你公开介绍 这是我们在操作的股票 滑行昨天再创新高 昨天上来 这样子创新高 买了转篮确认点 就上来了 今天八号 强攻涨停 买十张客户买十张 三十四万五 就这样上来了 好 再来 之前我一直跟你讲说 他还会再创新高 还会再创新高的 有没有 三三二四的窗红 元宇宙散热 元宇宙绝对绝对绝对要散热 那要散热的话 谁一定会拿到单子 未来一定会受惠的 绝对是他 你要做肯定的东西 元宇宙这个东西 你要做肯定 因为很多人说元宇宙 可是问题是好像还早 很多东西还要真的拿到 然后实际营收还早 还早 所以你要去做的是 确定可以拿到好处的 有些真的是因为 就是因为还早 所以很多人都做一些 喊一喊炒一炒炒作的 炒作成分比较大的 你就别碰了啦 我们要做一个波段上去的话 要真的赚钱 操作要稳定 你还是要做 我常常讲 谁能够真的拿到好处的 这种企业股价可以走出波段 那种格局是不一样的 做股票做这样子 格局就不一样 双红 这一波第一波高点在185这一天 11月22号我跟你公开 因为已经拉出一个 拉出成本了嘛 对不对 成本已经拉开了 回头一看 转的确认点上来 是不是 从转的确认点上来 当时我跟你正式公开介绍 是我们的标的的时候 当时20张已经赚34万 你看到吗 都没有涨停 都没有涨停 还有黑K 还有这种常常上影线 对不对 不用理会这种东西 只要筹码没有松动 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它就会屡创新高了 双红 又创高 再创高 赚46万了 续创高 赚52万了 转的确认点上来之后 有没有 赚52万 又创高 赚60万 到昨天12月7号 再创高 已经赚60万了 今天12月8号 再创波段新高 你可以发现 它就一直创高 它就一直创高 今天你看 强度有没有持续增强了 慢慢要靠近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208.5了 越来越多买盘进来了 懂的人越来越多了 可是越来越多人懂的时候 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懂的时候 市场到底在哪里 市场真的很多人懂吗 一开始我就暗示你了 为什么都没有涨停 可是它却一直创高 那里面一定有买盘在里面 才会一直创高 对不对 那他们买盘是买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跟你说了嘛 一个是元宇宙的散热嘛 另外一个是什么 市场有人在估了嘛 估它明年可能EPS18块 今年了不起10块上下 明年有机会跳到18块的话 不得了 那成长性 EPS成长八成 对不对 先不要讲元宇宙 光是明年大家估 就估成这样子了 所以知道的人呢 就一直买嘛 就一直有买盘进来嘛 直到现在 今天终于很 你看发现 哇一个长虹上来了 对不对 距离我们多远呢 这些人才知道 所以我们跟市场的距离 就差了这么远 快百万了 你知道吗 新客户来买来买20张 转折确认点买进 买来转的确认点 上来到今天已经赚81万了 已经赚81万了 一不小心再创高 不就挑战百万 那未来他可能就是 又是一档 一档一档我就 获利超过到七位数的 不止六位数的 到七位数的股票了 客户买20张 就以客户20张的计算 他到今天赚81万 所以我才讲 你既然可以 把它转折确认点 你为什么不能把资金 集中来操作 对不对 那人家20张赚81万 你说我要把资金分散 那你买了几张 人家买20张 假设你只买3张 4张 5张 人家赚81万 你赚了几十万而已 对不对 你可能才赚十几万 人家赚81万 因为你说 你说你要资金分散 你要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 你都已经买在转折确认点了 你还在分散 所以人家赚80几 你赚十几 那差很多 那差很多 再来6150的汉讯 今天给你公开介绍 这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有没有 转折刚上来 买转的确认 上来涨停 隔天又大涨 一路上来 有没有 又创高 有没有 一路创高 20张赚59万 再创高 20张赚61万 12月8号今天 再创波段新高 到200块半了 已经到200块了 转折确认点上来 20张到今天差多少 这一段已经差71万 你回头看一下 这里让是不是转折 这里是不是转折 你今天才跟我说 这里是转折 那代表你当时这里 你就是不可能去买 你就是不可能买在那种位置的人了 你懂吗 会买在转折确认的人 就是他能够在这种位置去买 真的给你一段上来 真的转折上来 我们既然可以买在转折确认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资金集中去操作 你最起码一档股票 你尽量集中到100万上下操作 资金多了200万上下操作 你都买在转折确认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资金分散 对不对 再来 来我给你公开 一个新的 也是元宇宙的受贿的标的 我说过了 我们要做的时候 你真的有拿到单子 你会真的拿到单子的 今天涨停 2405的耗星 创新高了 已经涨停了 我们的股票 12月8号今天礼拜三 涨停板 2405的耗星 有没有 一路拉 落到涨停板 你回头看一下 买了转折确认 开始向上爬 今天涨停 你回头看一下 所以买转的确认 会不会赚钱 耗星 耗星的应用电脑获得FB 脸书的采用 获得了Facebook采用 共享元宇宙的商机 因为它的应用电脑支援元宇宙发展中 所需要的高效能跟稳定的电脑运算系统 所以耗星它也是一个真正社会元宇宙商机的 有吃到的 因为它拿到脸书的订单 那请问你 那转折确认点到了 你为什么不去买 今天涨停 如果明后天又上去的话 那市场就开始跟你说 原来它接到Facebook订单 它吃到了元宇宙的商机了 会不会太慢了 我们早就布局好了 有没有 那这边还刻意的洗了三天 对不对 洗了三天 刻意洗了三天 我就跟客户讲 洗完之后就上去 就强攻了 今天就涨停了 洗完了 就涨停了 好心 所以每一档标记你会发现 反正你就是买了转的确认 你一定会成功 再来 有奖真答 我的哪一档持股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本波第四度亮灯涨停 四十张一转五十三点六 是它吗 四度亮灯四十张一转五十三点六 是不是它 有看节目的合作是没有 拨电话 拨完电话 有奖真答 答对的 拿一个月回去 而且我说了 没有限名额 所以我才会有奖真答 你最起码你要看节目 不是说电话拨通 我就拿一个月 看完节目 你要回答问题是哪一档股票 答对了 拿一个月回去 而且不限名额 请你现在立刻先播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赐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机转发行